- 莫非那個就是最小的燈塔 - 看一下哇塞超美的啦哇 這一集我們要去逛一逛日月潭周邊的幾個景點 - 第一站我們來到度高咖啡莊園 - 這邊是停車場上面的路邊也可以停車 - 現在我們往前面那邊走上去 - 景觀步道往前面 - 本管在上面的位置 - 好繼續走囉 - 現在這邊都是茶園 - 路高咖啡莊園往上面走 - 前面這邊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- 那邊可以看到很棒的view - 路高咖啡莊園就位在南投魚尺香茶巷裡面 - 香茶巷是日據時期日本人找到圈台 - 最適合種植紅茶的地方 - 飄香的魚尺因此而得名 - 路高咖啡莊園就在橫裡面 - 嚴格說應該是香茶巷的最底端 - 前面那邊是不是有一個生長台的感覺 - 這一趟來日月潭這裡 - 可以順便體驗一下這邊的傳統的紅茶文化 - 兩位網美先在這邊打個卡吧 - 咔嚓 - 走路大約三到五分鐘 - 到了 - 右邊前面那邊有咖啡步道 - 待會再去走 - 好先去裡面吧 - 突然發現悲劇 - 可能有人流管控 - 現在不能進去 - 好吧 - 那我們就先去走咖啡步道好了 - 走吧 - 往前面走進去 - 這個步道其實不長 - 大概五六十公尺吧 - 到這個地方出來以後 - 前面有一個側門 - 如果從側門去停車的地方會比較近 - 但是側門目前是沒有開放的 - 好那我們往回走 - 其實很多人來這裡 - 都會在前面那個地方那邊打卡 - 但是現在進不去 - 所以我只能在外面這邊看看風景 - 這邊視野還是不錯的 - 好去開車囉 - 現在來逛一下日月潭的土庭仔步道 - 來看一下導覽圖 - 這是日月潭 - 那我們現在在這個位置 - 接在鹹杖寺跟伊達哨的中間 - 從入口的地方走到裡面 - 大約0.6公里 - 終點是一個燈塔 - 最小的燈塔 - 土庭仔燈塔 - 小心猴風蛇出沒 - 你們又在玩拉馬的遊戲了 - 所以現在妹妹是馬 - 前面是入口的地方 - 就這一小段是階梯 - 到這邊以後 - 前面就是平坦的 - 不過後面是怎麼樣還不是很確定 - 現在目前走大約60到70公尺了 - 兩邊的樹木鬱鬱輕輕 - 走起來很涼爽 - 根本就不用撐傘 - 這邊又有階梯往下走 - 這邊介紹零鳥 - 哨主凡事皆行鳥瞻 - 無論是狩獵 - 戰爭粗草 - 或婚傷喜慶 - 後面這邊依然是間歇性的下坡 -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 - 不過這些掃已經有點在挖挖腳了 - 還覺得好累喔 - 裡面真的是缺少運動 - 走吧 - 日月潭這邊有很多步道啊 - 都蠻夯的 - 剛剛有些步道本來要去走的 - 但是都已經停滿車子 - 所以沒辦法去走 - 這個土停載步道 - 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- 就是沒有人會跟我搶停車 - 太好了 - 好啦快到了 - 前面看到一個觀景平台了 - 但是目前沒有看到燈塔 - 跟著Jordan一起去移探究竟 - 不錯呀 - 好有看到了 - 莫菲 - 那個就是最小的燈塔 - 上面有照光的 - 從下面到上面 - 這個是業者的油彈船 - 好我們先看一樓 - 待會再去二樓看一看 - 哇風景還不錯耶 - 看一下視野 - 大約有270度 - 我們現在去看一下二樓 - 跳望寒碧半島 - 及水色部落 - 前面這邊是集集大山 - 土亭仔成為邵族石英社 - 遺址所在 - 現在則是石姓氏族 - 祖林祭地點 - 步道因此以邵族的吉祥物 - 貓頭鷹為意象 - 回首來實路 - 走 - 我們往回走吧 - 好啦 - 前面就是出口啦 - 這個步道整體來說 - 走起來還蠻舒服的 - 雖然說沿路上 - 會有階梯上下下的 - 但是還不至於太陡 - 或者是太長 - 走起來還可以啦 - 雖然說有點小流汗 - 但重點是 - 這邊有樹木遮蔽 - 所以說 - 比較不會曬到太陽 - 當然這樣的話 - 景色也會受限 - 不過走到底的地方 - 那邊看到 - 湖景的景色 - 倒是蠻不錯的 - 好 - 我們再去下一個地方囉 - 右手邊就是 - 阿公洗衣場了 - 阿公洗衣場這邊 - 是位在日月潭的 - 投射活盆地這裡 - 投射盆地為 - 水里西上有集水區 - 因此水源豐沛 - 三件全員處處 - 早期櫻吾自來水設施 - 居民不只拿來飲用 - 也用來洗涤浴物 - 勾建鋪設有長條石塊 - 作為洗衣板 - 現在這邊比較沒有在維護耶 - 你看水這邊都髒髒的 - 哇 - 做得真的很像洗衣板喔 - 你看 - 呵呵呵 - 不過我想這個應該是 - 後來才做上去的 - 好 我們就往回走囉 - 往右邊可以接 - 投射自行車當 - 接下來我們再去看阿嬤洗衣場 - 剛剛在路上發現路邊 - 有兩片非常棒的芒花 - 所以我們現在要下去拍拍美照 - 我們剛剛是從前面開過來的 - 你看到這一片喔 - 哇 - 有沒有很漂亮 - 它這邊芒花的感覺 - 跟在雅米山那邊 - 芒花的感覺又不一樣了 - 所以我想是不一樣的品種 - 看一下 - 哇塞 - 超美的啦 - 哇 - 咔嚓 - 咔嚓 - 這邊景色不錯 - 來戴一下這邊的景 - 這邊景色不錯 - 來靜它一下 - 哇 - 好美喔 - 真的 - 阿嬤洗衣場到囉 - 就在右手邊這裡 - 全省有很多像這種洗衣場 - 不過阿嬤洗衣場這邊有經過整件 - 後來在上面也加蓋這裡的地方 - 所以這邊變成這裡一個很特殊的景點喔 - 就在馬路邊 - 從這邊下去 - 這個就有比較維護了 - 你看這邊水就比較乾淨了 - 早期這裡沒有自來水 - 所以在這個地方 - 弄一些洗衣場 - 上面放一些石板 - 那附近的人就可以來這裡洗衣服喔 - 他們以前就是用這種石板 - 拿衣服來這邊洗 - 水是從這邊流過來的 - 丟到這個池子以後 - 這邊一流過去 - 丟到這個池子 - 前面那邊再一流過去 - 從那邊出去 - 這邊叫做綿仔園 - 是因為早期在這裡有種植過棉花 - 所以叫做綿仔園 - 妹妹這個水有沒有很乾淨喔 - 超乾淨的很乾淨的 - 所以這邊除了洗衣服 - 還可以來這邊玩水喔 - 對 - 我們待會從另外一邊上去 - 然後走到馬路的對面 - 民仔園 - 聽說那邊有彩繪可以看 - 走 - 小朋友們 - 走囉 - 來 往裡面走 - 往裡面走 - 這邊有一棟三合院 - 蠻大間的三合院 - 很新耶 - 這邊的彩繪 - 主要都是在描述農村生活 - 面積並沒有很大 - 好 - 我們再去下一個景點 - 剛剛看完了 - 阿公洗衣場 - 阿嬤洗衣場 - 接下來 - 我們來到等級更高的 - 阿祖洗衣場 - 前面就是阿祖洗衣場 - 來 我們去就近看 - 看看 - 入口處是從前面那邊下去 - 馬路這邊也有階梯可以往下走 - 走下去看一下 - 走下去看一下 - 水是從左邊往右邊這邊流過來 - 之後再從右邊那裡流過去 - 現在我們來到向山遊客中心 - 要去看一下在全省 - 算是數一數二的野餐地 - 前面是向山遊客中心 - 往下面這邊走 - 前面那一片就是洛宇松 - 前面那一片草地 - 就是很優的地方 - 前面就是日月潭 - 可以在那邊野餐一面看湖 - 就是這一片阿 - 在這邊野餐 - 看著前面的湖景 - 旁邊有洛宇松 - 旁邊這邊有一個野餐桌 - 妳跑ags -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- 請幫忙 - 按讚、分享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 - 好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- 掰掰 拜拜